嗨,大家好,我是弄阿喜 今天我们来田津地头找一种野菜 你看,在我眼前就发现了这些 在我们当地可是个大宝贝植物哦 一起来了解一下 你看,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野菜的 在我们当地叫它清明菜 因为在清明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用它来制作那个清明果 非常的好吃哦 它的学名其实叫熟奇草 大家看,它上面呢,有一层细小的龙毛啊 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叶子呢,有点像那个老鼠的耳朵一样 所以叫熟奇草 这是它开的黄色的小花 花朵啊,我觉得有点像小吉花一样 非常的漂亮哦 现在正是这个熟奇草产照的季节 非常的幼嫩啊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熟奇草 做成的那个清明果呢 真的是又香又酪啊 非常的好吃 知道吗?这个熟奇草不仅是美味的野菜 它还是要食同源的植物哦 像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 喉咙里有义务啊 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食物啊 就是可以用这个熟奇草拿去煮水啊 对饮三杯 这个就舒服了 这个熟奇草啊 它的价钱还不低啊 像网上啊,这种新鲜的 干的都有售卖 所以我们当地呢 有些老人家嘛 这个时候就会去采摘这个熟奇草 拿去街上售卖 挣一些零花钱哦 朋友们 现在正是这个熟奇草采摘的季节啊 不妨去野外走一走啊 早点回家备用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